我笑得了 笑得了 苗圃姑姑 下雪了 你快来看呀 门外传来丝丝惊喜的叫喊声 苗圃和左耳元本在收拾屋子 听到声音推门出去 只见碧蓝晴天之下 竟真的飘舞起了零星雪花 美得很不真实 一阵冷冽的风呼的 从后院门口袭来 吹乱了雪花 引得众人侧头看去 一位白衣银发的男人 缓缓踏雪而来 俊美到腰也 又清冷如折仙 苗圃一时看呆了 连呼吸都仿佛忘记了 扑通一声 身旁的丈夫左耳忽然双膝跪下 他浑身都在轻轻地颤抖 双手合贴在额头上 郑重而虔诚地朝男人扣了一拜 不必拜我 男人覆手而立 银白色的灵力轻轻一抬 让左耳抬起了头 只见左耳眼眶通红 即使与左耳结 为夫妻几百年了 苗圃看到他这样的表情 也屈指可数 我是来找小妖的 银发男人道 爹爹出门了 思思在边上插嘴 他迈着小短腿 跑到男人身边 扬起脑袋左看看 又看看 你 是不是以前救过我的白头发哥哥 香柳蹲下来和思思平视 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他的眉眼 可惜 跟小妖长得不是很相似 不过 跟那只狐狸也不相像 挺好的 是 玉山醒来 他便向碧君询问了小妖的去向 碧君神色复杂 最后还是告诉了他 大概是怕他这个已死之人去打扰小妖的平静生活吧 不过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他本就没有想与他见面的打算 来到此地 看到小妖又见了个回春堂 虽然不知为何不见那狐狸 但身边有着可爱的女儿 可靠的朋友们 过着平淡幸福的日子 他很满意 就这样偷偷看了几日 看他给女儿扎辫子 给药草浇水 给街坊领居看病 捣咕捣咕药草 晒太阳打瞌睡 就下思思的那天 将柳原本准备离开了 他本是海妖 这一命又是不知哪多得的 既然如此 从来处来到去处去 便做回一只没心没肺 无牵无挂的妖怪吧 但思思一落水 他带着的小妖的熟悉气息 便瞬间穿越万寝海水 拨动了他的反射神经 直到把思思和另一个小丫头送上岸 他引着身形 看见小妖焦急地扑到思思身边 又松了一口气地抱着女儿哭泣 再留几天 等看到他再开心一点再走 他又说服了自己 直到灯会上 小妖竟忽然发现了 伪装在人群中的自己 他发现 他好像一步一步地 又被这个女人绊住了红尘 堕入他的陷阱 他是不是又给他下了鼓 还是那个情谷 从来都未解 小妖前两天刚走 苗圃开口道 他本不想透露小妖的行踪 但是看到佐尔对他的态度 还有他曾经救过思思 苗圃不自觉地也放下戒备来 他去哪儿了 清水镇 苗圃跟佐尔原本想和他一起去 但是小妖拜托他们留下来 照顾孩子们 说只是去办件事 很快回来 香柳点点头 多谢 他去哪儿了 情人谷不在 还是有诸多不方便之处 清水镇 苗圃跟佐尔原本想和他一起去 但是小妖拜托他们留下来 照顾孩子们 说只是去办件事 很快回来 香柳点点头 多谢 说吧转身要走 思思扯了扯他的衣摆 香柳低头看他 谢谢你救了我 思思乖巧地拜了一拜 爹爹一直在找你 你们认识 思思想起了之前小妖夜夜出海 在月下出神的事 爹爹很想你 思思一直是对别人情绪很敏锐的孩子 他很想见你 想念的人能相见该有多好 他也想再次见到爹娘 但是他知道不可能了 香柳立着有一会儿没动 伸手拍了拍丝丝的小脑袋 随后化为一道银白色的光影而去 只听得白雕一声轻力渐行渐远 三百多年了 清水镇虽然不及从前因为特殊的地理优势来得鱼龙混杂 百叶巨星 但看着还是很热闹 并且那股没有王权 没有世家 没有贵贱 更没有神与妖的区别的风气延续了下来 穿行其中的人人 妖妖都看上去生气勃勃 向柳换了身形后 戴了面具走在镇上 石先生的说书摊子 还是有很多人 向柳顿柱 忽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那向柳君失战死后 贡功狼狈地向天边逃去 一直逃到不周山 回头一看 追兵已尽 贡功又羞又愤 就一头向山腰撞去 不周山竟给贡功撞蛇了 不周山一到 大灾难降临了 原来不周山是根称天的大柱 柱子一段 半边天空就坍塌下来 露出十股凌寻的大窟窿 顿时天河倾泻 洪水泛滥 大荒西南 那是一片汪洋 人间炼狱啊 说书说完这一段落 听客们群情激愤 嘲嚷不停 那贡功真不是个好东西 该死 呜呜 我当年就是从西南逃难而来的 洪水把我妻儿都淹死了 这贡功和那帮残军真是灭得好 这多亏了黑帝陛下呀 统一大荒 而且在他治理下的大荒越来越好了 对呀 我听说他最近又颁布了很多开荒收留难民流民的政策 而且又组织了一批队伍继续去西南治理洪水 效果都很好 但是我听说只要天上这个窟窿不堵住 这洪水治不好 你要相信 咱们陛下 向柳站在角落里 钻紧拳头紧绷着 整个人都有些微微的颤抖 三百多年了 原来他死后 发生了这些事 义父和陈戎残军 彻底沦为了天下人心中的唾弃之人 乱臣贼子 灾难之源的恶人 哈哈哈哈 这群傻子 看吧 没有人需要他们守将户土 千秋万岁后 只有世人的嘲弄 香柳想笑 眼前却仿佛又看见那篝火旁 战士们唱着歌谣祭奠故人 在一个又一个深夜里 疲惫却坚持的巡逻 共公揽着他的肩膀 睁着有些浑浊的毛子 用手抚摸着地图上成容的故土 他们是被时光遗忘的人 逆流而上 粉身碎骨 他低头用力按了按脸上的面具 转身离去 爱意汹涌 白衣白发的男子 坐于树枝上 手上拿着两瓶酒 一瓶仰头引进 一瓶往空中须须一碰 便洒于风中 树叶沙沙 树影婆娑 白发也在空中肆意飞舞 他久久的侧头望着那一轮明月 眼眸沉冷 那深处又仿佛翻涌着什么 无人知晓 毛球扑扔翅膀的声音 呼地打破了这月色下的寂静 是吗 镇上没找见他 以前找他方便 不是在回春堂 就是在小河边 后面中了骨 他更是没体会过感受不到他的日子 算了 回去 总归办完了事 他是要回去的 等着他便是了 正准备骑上毛球回程 香柳的耳朵动了动 君若水上风 妾似风中连 相见相思 相见相思 君若天上云 妾似云中月 相恋相惜 相恋相惜 君若山中树 妾似树上藤 相伴相依 相伴相依 君若天上鸟 妾似水中鱼 相望相逸 相望相逸 是歌声 带着淡淡的忧伤在山谷中萦绕 曾经 这歌声 引得了肥肥解忧 也引得了他 让他们相遇 不过 比起初遇时 那带着几分少女独有的 不识情滋味的清幽 现在的歌声 已满是情思缠绕 密密麻麻地支着相思 香柳很想这样继续听下去 但更想立刻就见到他